看郭河明这大箱子我就渗了 我这话拿不动的 难难难道德玄 不对之音不可谈 对了之音谈几句 不对之音枉费舌尖 说这么几句就这么大事了 咱这书叫《红碧园》 有知道《红碧园》这这个仨字是什么意思吗 《红》啊是骆鸿勋这是书宰 骆鸿勋取在中间里面的字是《红》 《碧》呢中间也有一个什么东西 花碧莲 他们两个的缘分搞对象的 但是虽说是搞对象的 但是里边还有这个政治问题 《红碧园》啊 长拳短打啊 还有这个 所以叫《红碧园》 也叫《龙潭暴落》 是在龙潭镇老豹家和老骆家 老骆家就是骆鸿勋 他们家里面 在这个地点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 所以叫《龙潭暴落》 也叫《绿牡丹》 为什么叫《绿牡丹》呢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牡丹那是绿的 可能所以叫《绿牡丹》 这个 这故事发生在《五代残堂》的时候 也就说是武则天大周朝那时候 在广陵扬州 有那么一家老骆家 此人姓骆 叫骆腾云 也就是骆鸿勋他爸爸 自有西湖 受过高人的指点 名人的传授 一身好功夫 马上不下 长拳短打 无一不惊 后来呢 受这个朝廷的任命 到定兴县 做了一名游籍将军 由于这个骆腾云啊 名望比较高 就在武术界 比较有名望 所以呢 在定兴县 收了不少徒弟 一共收了一百零四个徒弟 按照云鹤九霄 龙头四海 最喜欢俩徒弟 头一个徒弟 也就是说顶门大帝子 山东恩县的人 叫胡莲 膳食一条钢鞭 这钢鞭舞动起来啊 几百人难以进身 所以得了一个美称 叫金鞭胡莲 谁 学徒三年 学成了 回老家山东母 第二个徒弟 也就是最喜欢的 他不见的是海老二啊 就是定兴县 本府本县的人 此人姓任 就是郑正谦 长得一脑袋黄头发 催扁 阔口脸塞 红胡子 相貌比较丑陋 啊 因为他长的模样 有点像唐朝的开国大将 御迟公 所以人送外号 叫赛玉池 任正谦 嗯 跟骆腾云 学了一身的好功夫 由于他的模样难看 找不着媳妇 任正谦找不着媳妇 怎么办呢 他有一个老嫁缘 叫任忠 嗯 任正谦 打十四岁 就成了孤儿 有一老家园 叫任忠 对他们家忠姓等等 就拖在身边的朋友 给这个任正谦介绍对象 找媳妇 这帮朋友呢 也确得 天天带着任正谦逛妓院 就这样任正谦在妓院里边 认识一个姑娘 此人姓赫 叫赫春莲 咱们简称赫氏 在那把这个姑娘从梁子娶在家里来了 就当了这个任大奶奶了 嗯 一拜师呢 拜到这个骆腾云门下呢 任正谦老不回家 经常住在骆腾云当家 所以跟这个大公子骆洪勋 还有余谦 这书里有这个人 这不是我编出来的 不是说像的这个余谦 这余谦是老洛家的一个佣人的后代 因为他这个祖上啊 就他父亲余谦的爸爸 对老洛家不错 死了以后呢 洛成云对这孩子百般疼爱 受到膝下当义子干儿 余谦跟骆洪勋 两人名为主谱 实为兄弟 关系不一般 咱话归前言 再说这个任正谦啊 跟那个骆洪勋还有余谦 这戈尔萨关系是越来越好 老在一块 今天他都住在这个骆洪勋这屋 咱单说这一天 这戈尔萨在书房里边 正研究这个武艺呢 研究建树呢 越说要高兴 铁膀子于谦 要跟这个赛雨池的任正谦 两个人要双边对双福 两个人要逼武 两个人要逼武 就在这结尾上 有家丁登登登登登 前来禀报 说几位大爷 可别亮了 大事不好 怎么回事 骆腾云病了 这戈尔萨赶紧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 飞奔赶不到后宅 瞧瞧去吧 这一瞧啊 这一瞧啊 一看骆腾云病得可不轻 是人事不行 赶紧请大夫调治 大夫来了一把脉 大夫吃腰头 你那边看吧 因为什么呢 大夫说大傲 就因为老将军奔走一生 劳累过度 积劳成疾 治不了了 简短节说 过到半个月的工夫 骆腾云一命呜呼 老将军就死在了刃上 死了 哎呦给个骆虹 骆鸿勋哭的呦 是死去活来啊 能够哭吗 全府上下 开始举哀 这个红白喜寿室 是最操劳人的 你更何况这个 骆腾云还是个游击将军 你说这动静能小得了吗 三天之后 合成上下的文武前来调研 到了七天 请来僧道 前来超度 一共超度了七七四十九天 才怪老头发送吗 在这个期间 认证签连家都没回 认证签在定兴县 有房有地 定兴县的第二大财主 就天天跟着陪着 身穿重像 来了调研的客人 人家陪着 就因为这件事 洛洪勋 对这位师兄的印象更加的好 因此 这哥俩的关系就进了一步 办完专事以后 要依着陆老太太 就要起身回南 回广陵 回祖籍啊 洛洪勋说话 说年了 咱不能 现在就走了 你想啊 我父亲在任九年 在定兴县 交了不少朋友 他当这个将军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身后 有一些个事情 没有处理完 咱不能说走就走啊 他交这朋友 人家前来调玩笑了 最起码我得跟我们卸笑去吧 最少 三三定性线 也得多待这么几个月 好吧 哎 正敢在这结果眼呢 朝廷任命的新幽级将军 前来上任来了 那死一个你得补一个 人家来了 你把府地得给人家腾出来吧 游击衙门 你得给人家倒出来 一只我洪讯 出去租一间民房 任正谦在旁边听了就不干了 行不呗 干嘛租房住去 我们家先房有的是 你当着我租房住 你这不打我脸吗 老太太在旁边的公园 哎 郑谦呢 我知道 你是个好人 你师父在世的时候 没短的夸张 你看这些日子 又让你操劳 又让你破坏 哎 师母于心不忍啊 我怎么再 再麻烦您呢 再可说了 还带着一口棺材 这叫什么事儿 上你们那儿 哎 师母 这话您不能这么说 我师父在世的时候 可没少疼我 把一腔的心血 都喷洒到我身上 我正小报恩呢 可是我师父 嫁喝鲜油 没了 我孝顺您 跟我兄弟多亲多近 那是应该的 责不旁贷的事儿 再可说了 把棺材放到我们家 早晚 不还能进巷国呢吗 行 甭说了就能定 说完话 任正先走了 回家了 到家以后 把话传下去 嗯 收拾房间 自己从后院搬到中院 把后院腾出来 留给老洛家 有收拾处几间偏房的 跨院 给放棺材 然后第二天 套着马车 来接这个老洛家 好在 老洛家人口比较轻 把仆人都打发了 就剩下洛老太太 还有洛工勋 铁绑的鱼签 就这仨人 拉了几车东西 也被搬过来 进府以后 这赫舍大奶奶 是热情款待 给老太太 街道内宅 一日三餐 跟着伺候人 老太太呢 也得到安稳 任正谦呢 把铺盖权 放到这个 骆凤勋这屋 天堂跟这儿凑合 也不归内宅 两个人是实则同过 我则同他 行者并肩 行灵不离 简短揭说 半年的功夫可就过去了 一日老太太 还有起身回南 回广陵 但是任正谦呢 是再三的挽留 骆凤勋也是个热情茶代人 也重感情 跟任正谦呢 也玩这样 也不愿意走 说两句话 又住了半年 到了半年 还要走 任正谦夫妻 又苦苦的挽留 又住了半年 就这样 左一次右一回 在任正谦 一共住了二年有余 住了两年多了 单说这年的春天 骆凤勋在屋里正看书呢 看了本书 又喝了口水 正看书呢 一推门 任正谦进来了 兄弟 有好事 啊 师兄 有什么好事 嗨 咱们定星线 乘细点 有一处名圣 叫桃花屋 这个得讲啊 满山面也都是桃花 往年都没开 唯独近年开了 咱上那儿游春去怎么样 啊 骆凤勋一听 好啊 他自然愿意 到后宅 禀报自己的母亲 一天 都说妥了 开始准备 第二天 早早的起来 熟悉已闭 吃点早点 烧饼牛条豆浆 哈 当然那时候估计没有 看了 咱甭把他吃什么了 完了事儿以后 仆人们在门口 准备了两乘小将 三匹马 饿尸大奶奶一乘 骆老太太一乘 这俩人呢 做将 任正谦 骆红勋 跟铁网子于谦 三个人骑马 又带了几个仆人 拎着石河呀 里边吃的喝的 都带齐了 出西门 赶奔桃花户 也进 不到石底路 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 敢等到了一看 正飘 满山遍野 都是桃花 山不高 而秀丽 水不深 而澄清 三八点 哼 活鲁真宽少的 哈哈哈 景色一人 骆红勋在这儿 没飞色舞 兴致非常高 任正谦呢 跟骆红勋 并马而行 在旁边指指点点 介绍每一处的名声 一看人也多 势能工商 三道九六五行八座 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 你想谁不想出来游春来 这么漂亮的景致 有打着伞子支支棚着 坐着轿的骑着马的 步行的 行行甩甩 什么样的人都有 抬眼一看 在那个山脚下 河边旁 有这么两六亭子 这都是私人搭建的 专供一些个游人 在这乘个凉 关个景 休息 好从中取利 都是私人搭建的 任正谦打发手底下人去 租个亭子去 哎 答应一声 手底下人去了 来到这个亭子底下 任正谦勒住马 跳下马来 往亭子上走 两乘小叫 张乐臣 贺氏大奶奶先下来 撩开吊铃 给洛老太太掺出来 往亭子上走 这会儿掌柜的跟伙计就迎上来了 呦大爷 您在这歇一会儿啊 掌柜的 您这有几张桌子 有十了张 这样吧 我们都抱着 别赢别人了 得了大爷 报形子是无两的一 不多 我给你十两 谢谢大爷 这时候这个老板 传下话去了 这亭子包下了 我租给别人了 这么大的亭子 就坐下几个人 分两桌 一桌是任正谦 骆洪勋 于谦 这仨人坐一桌 另外一桌呢 就是那贺氏的大奶奶 跟这个洛老太太 分这么两桌 这边有几个婆子 这边有几个仆人 把石盒打开 吃的贺的都端出来 几个人在这一边观着这个美景 一边是开怀畅饮 刚坐下这个功夫不大 就听这个人流当中 一阵大乱 sucker 乡亲们 躲个躲 kannt 淡 sesame 踱 咱 興 啊 人流当中来了一伙人 为首的有十几匹马 前头有三匹马 后边有四匹马 正当中 在前头正当中有一老头 红脸的一老头 在这老头的左手有一老太太 右手有一大姑娘 都骑着马 后边有四个棒小伙子 也骑着马 余下来都不行 后边还有几辆大车 车上放了有什么刀枪靶子 打箱子 打杆子 笼子 笼子里还有猴子 这人前一看就乐了 对骆鸿迅说 兄弟 知道这干什么的吗 小弟不知 这是耍歪叶子 咋耍 咋耍 咋耍笨子 哦 我们南方没有这个 我听说过 可是没有见过 没见过没关系 今天咱们搬几个 取取乐子 让你开开眼 余谦 叫她们停下 问问她们都会练什么 余谦 答应一声 跑下凉亭 余谦这人呢也好热闹 在人流当中走得慢 连车在马的 所以说 余谦三步两步 就注意这么 站住站住站住 哎哎站住 有了 没有 回来了吗 没有 站住站住 你们这儿谁领班的 嗯 这你们领班的 谁领班的你们 谁说了算 就像中间的红脸的老头 他马上跳回来了 啊 这个小哥 这班 我说了算 哦 我说你们哪来的 老朽是 从山东安县过来的 哦 这道可不进呢 哎 老头 我跟你说啊 你顺着我的手 往那乡桥 一指那亭子 亭子上那两位大爷 打算看你们这玩意儿 你们都会什么呀 都一一的给我抱上来 看 这位小哥 我们一共是二十套 马上九套 步下九套 另外呢 还有走软绳 马上杂技 去耍花火 去耍花火 再马上 你等会儿啊 我问问你 说着话于谦一转身 敢问梁平 到梁平上 跟这个 骆洪勋 任正谦一学舍 一说 任正谦对骆洪勋说 兄弟 你都听见了 您看想看什么吧 您点吧 您说 师兄 您看马上步下 无非是练武功 练武术 这个咱们哥们天天练 这什么可看的 我看就这样 咱就看他走软绳 跟这个马上的杂技怎么样 好啊 于谦下去跟他说 就看走软绳 跟马上的杂技 于谦答应一声 赶下梁平 从这梁平上面这跑下来了 找到刚才那老头 跟老头到刚才的话跟他一说 老头说行 你甭管了 我这就准备 于谦回去复命 咱不提 再说这老头 回头叫他的伙计们 伙计们 别走了别走了 瓶子上那两位大爷 别打算看咱玩意儿 咱就在这儿打场子了 这时候过来几个绑小伙子 打车上 一个人抽出一条白蜡杆子 也叫七梅棍 肝子往这儿一戳 跟这眼眉啊一叮高 这叫七梅棍 这几个小伙子把这个白蜡杆子无动无飞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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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老头对旁边的姑娘就说 丫头 这回该你呢 平子上那两位大爷等着瞧呢 这姑娘 哎 大爷一上转过头去 开始换衣服 换完衣服再转过来再一瞧 赛场的众人是无不敬眼 因为什么 这个山东的大妞长得太漂亮 山东人都漂亮 无论男女又不漂亮 哎 人性也好 山东大妞太漂亮 看身条 不胖不瘦 看个头不高不低 粉红色的眷怕罩头 两道弯弯的细眉 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 鼻似玄胆 口塞桃花 没化妆 更显着那么自然端庄 两个大耳钳子 摇摇摆摆 更显得洒脱俊 一时葱芝绿 腰里边记着红色的汗镜 大红斗篷 上头绣着蝴蝶 脚底下蹬着一双鹿皮的弯弯战鞋 来到厂子正中间 这时候有首相人 牵过一匹马的 好 这匹马 头只尾长长二 提着尾高八尺 大白马 这马一根砸毛都没有 一看这就是毅力的好马 就是这马在那脑门上 有顽口大小的那一块黑迹 因此这匹马有个名字 叫乌云盖雪 你听这边起的 挺贴合实际 乌云盖雪吗 这乌云就是这黑的这块 顽口大小的这个黑迹 马是白的 乌云盖雪 其实要是红马也行 那就是那个雪 对不对 哎 究竟这姑娘 左手一龙思江 右手一半安 你可注意 这个脚可没有任凳 一摁着马鞍子 蹭 蹿上去了 整个身子轻飘飘的 落在马鞍子之上 手下人递过一条马鞭的 这姑娘拿着马鞭 马鞭啊 不是马鞭 这姑娘拿着马鞭 一轮 打着一个响鞭 这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不用主人打他 就见了乌云盖雪 摇头 白尾 一声暴叫 四提灯开 翻脱兩掌 哚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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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哚 朝下边跑回去了 跟飞一样 跑出一段距离去 这姑娘 把这马又圈回来 开始在这马上做各种动作 先唸了一招叫童子拜佛 有总身 站在马鞭子上 一条腿站着 另一条腿 盘到这条腿上 甚至我还有一蹲 双掌合十一闭眼 童子拜托 各位咱说这东西 这把跑起来跟飞一样 这人在上头 纹丝不动 就好似一个钉子 歇在马鞍子上一样 跑了一条异律以后 这姑娘就站起来 让脚尖扒一凝 在马鞍子上一凝 这脸可朝着马屁股 就背对着这个马头 这马还跑着呢 这个平衡度不好掌握 跑一段距离 这女的一拧尸 呲 又震过来了 两条腿轻轻的还一飘 骑在马鞍子上 然后一拧身子 来一个邓李苍身 老百姓这个鼓掌叫好 好 练得干净 漂亮 都去了那天 哈哈哈哈 连过鸿讯跟任正谦 两个人也鼓掌叫诀 兄弟 瞧见姑娘 瞧见这姑娘没有 最少也得有十年的工资 要不然练不到这种地步 练得好干净 看两个人怎么议论咱不提 再说了姑娘 又练了一套苏秦卑剑 韩香舞提篮 门练到一处 老百姓是鼓掌叫好 哎 就在这个好声当中 出了一声怪音 带后勾的 带半勾的 让人听着那种不自在 浑身起鸡皮疙瘩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兔崽子叫喊 还是野猫子叫喊 听着怎么难受 哎 哎 来这么一嗓子 众人都愣了 连骆宏 跟郑盛千两人都一愣 哪出来的动静 骆宏勋驴顺声音 定目欢瞧 这不瞧 欢自霸跳 这一瞧啊 只气的是三十神爆跳